大纪元独家披露武汉市各区3月14号 中共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的统计数据 仅菜店监狱隔离点一天就要检测近3000人 结论竟然是令人质疑的所谓零确诊 而诡异的是其中400人被作为无明示记录 纽约评论员朱明呼吁国际关注调查 因为中共为了研制抗病毒的药物或疫苗 很可能秘密人体实验 台湾的国会议员王定宇也很忧心 都可以栽出来卖 他现在为了超前部署他的疫苗 不管经济利益或国际影响力 那个太大了 会不会拿一些你看不到的黑暗角落 监狱里面的人 方舱医院他掌握的人口数 来做一些并不是医学伦理上 容许的人体实验 按照他过去活灾器官的习性 我的答案我觉得百分之百一定会 监狱资料所谓零确诊 王定宇非常怀疑 因为各国监狱的集体感染情况严峻 而在资料中 序列169到546的378个样本中 明明有名有姓 却都被加上无名氏的标签 例如545号是无名氏49岁洪心 546对应无名氏44岁刘瑶 身份证号码栏位都空白 而在第几次检测的栏目中 也只有中共内部看得懂的四位数字编号 那用无名氏的意思就是让你无法追踪 可这个会付出很多代价 甚至于在研发过程 会不会造成二次的感染 或者无畏人民的损失 对比同一所监狱隔离点的其他88%人员的检测样本 从547到3145号都有具体人民身份证号码 检测的次数 这被挑选的378个所谓的无名氏处境让人忧心 美方疫苗人体测试3月16号注射第一针之后 中共16号也发布做疫苗临床试验的消息 王定宇说他认为之前 中方网络上炒作中共少将生化武器专家陈薇 注射第一针疫苗 让人很怀疑是不实消息 新唐利亚太电视黄亮剑张东旭台湾台北报导